推广全民运动华丽线体育会华轮六兵委员会 以及东方极限轮华社 日前带领了花莲华轮小将征战 国内外大型赛事表现不俗获奖连连 市长为家宴为了嘉奖小选手们的优异表现 特别邀请了教练陈彦伟 以及30多名的选手家长们共同进餐 而感谢教练的细心指导以及家长的支持 让花莲的孩子发挥无限潜力 要上国际舞台 小朋友们坐在餐桌前开心的大快躲移 小小的身躯加上自嫩的同言同语 没想到他们个个都暗藏着部署的华轮绝技 在教练陈彦伟的率队下 不仅远赴新加坡获得国际赛夹击 更在第二十届总统杯全国溜冰锦标赛中 夺下自由式树桩五金六银十铜 以及竞速溜冰两面银牌的亮眼夹击 目前在全国的技术水平上来讲 花莲已经算拿到全国赛事的顶尖的名次 所以说目前难度是蛮高的 算最大赛事是中正杯 接下来就总统杯的赛事 所以说这次比赛 算是成绩算最辉煌的一次 那这次又市长又特别宴请 所有选手跟家长 所以这次他们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一次的杯赛再迈进 也希望说未来在花莲我们都能够继续的 鼓励孩子们的体育的一些扎根的一些活动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支持 那这一次除了东盟有七位孩子们能够获奖之外 还有我们总统杯五金然后六云还有十童等多项的一些奖项 我们的预誉表示鼓励未来在各项的体育赛事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支持孩子们的梦想 为了加奖小朋友们的优移表现 市长渭嘉燕特别邀请教练陈彦伟及30名选手家长们进行共进晚餐 而惠中县议员渭嘉贤也特别到场给予孩子们加油勉励 嘉贤单的议员之后也会积极的来督促八年县政府 继续推动各项的一个体育运动 也期盼有各项的体育运动都能够在国际的场合上面发光发亮 那在此要谢谢这么多选手的努力 还有教练的努力家长的支持才能有今天的好的成绩 魏嘉燕表示小小选手在赛事中名列前茅取得佳击 不仅对训练过程中的努力与付出是一种肯定 更展现出花连孩子不落人后的实力与潜力 期免大家再接再厉持续往梦想前进 谢谢自传国中年 记者徐立琴 华丁士报导